字幕作為李宗盛 我們兩個都拿在這裡 或許比較有機率 這裡傳出來了 這個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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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大燈在哪裡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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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挑戰吧 這個都市傳說的名字叫做 Kurukamis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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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原主的神 等底下來的意思呢 就是 黑神 但有趣的是 這個黑髮之神的都市傳說 它並不是真的是 神靈 我覺得 Kurukamis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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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趣的是 這個黑髮之神呢 並不是真的是神靈 而是 一個小女孩 那這個K型小女孩呢 她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時常被大家欺負 那所以 Kurukamisama 我覺得應該是隔壁的還是怎麼樣 但是 很大聲 我去看看吧 現在沒什麼地方 看一下 這個白髮之神 會 wildlife 愛上 的方法 欺負她的人 一個一個的 都遭遇了不幸的下場 有家破人亡的 的怪病 甚至是精神疾病的 然而有一天呢 K姓小女孩 也遇到了 可能呢 是我吧 是隔壁的 我不知道好壞 我真的不知道好壞 有人去飯店 會遇到有人敲門嗎 就 那我也很想相信 是隔壁的 或者是我聽錯 但 這機率太低了你知道嗎 很明顯嗎 還是慢慢開開的 不要再看我了 那天精神崩潰 然後有一天 K姓小女孩 遇到跟她一模一樣的 另外一個被欺負的小女孩 她就把自己學會的這個 復仇的詛咒 轉交給 那個小女孩 這個就很明顯是外面的 因為我們人 小腦其實是有空間感的 正常的人 我應該是正常的吧 我都會開車了 後來K姓小女孩的命運呢 就漸漸的下滑 最後 變逐漸的消失了 也沒有人知道 現在的人在哪裏 對 那聰明的人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 復仇儀式呢 結果當時 K姓小女孩 她轉交給 那個小女孩 流傳下來的儀式 所以 她需要的道具 想必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必要的 就是 需要你一個 震恨的人 其他就很簡單了 就是需要頭髮 一個有窗戶的飯店 但 我是沒有 憎恨的人 不然我來詛咒 算了算了算了 不然我來詛咒 這個惡魔像 看看怎麼樣 畢竟她被封印起來了嘛 我也是蠻好奇說 如果我用這個儀式 再度詛咒她的話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那裡面還有符咒嘛 像你有看過 符咒史那集的 大家都知道 好奇蹟 那就決定是她了 首先我們要先拉起一絲頭髮 大聲唸說 好奇蹟 一開始了 我剛剛已經把它關機了 我真的不知道 好 好 那我要開始 拉起一束頭髮 接著走到窗戶邊 唸說 Kulu Mami Sama Please Avenge My Wrongs 並且把頭髮剪掉 丟到窗外 心中默念三次你要復仇對象的名字 據說這個時候 那裡只有聲音啊 據說這個時候他就會受到詛咒 好吧 要來了 Kulu Mami Sama Please Avenge My Wrongs 剪掉這個頭髮 丟到窗外 回家後毛喔 我想說我就這樣 在那邊 關著這個燈 會不會有什麼東西吧 沒有的話我就準備睡覺了 沒有的話我就準備睡覺了 不可能 在那邊 在那邊 我看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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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開 鏡頭還沒有摔壞 我不想拍他回去記憶卡會壞掉 而且我等一下怎麼拍啦 天啊 壞掉是還好 重點是打不開 我現在覺得Linda沒有在看我了 你看 他現在看起來像在看上面 沒電啊 我知道他沒電 現在有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 我EVP 還有剛剛做完的都是傳說 反正 這個地方的詛咒的話 他勢必會跟著我 還確認EVP到底不知道什麼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那他手還是鎖著的 我剛剛很想要拿這裡 他就開了 我根本沒有去動他的鎖 我先把他帶回家吧 不可能留在這啊 有些感覺越不對 越來越不對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太多太多奇怪的事情 太多太多俏 太多俏 OK 大家好 這是網購 相信大家看到的時候想說 奇怪怎麼跑回來了對不對 因為呢 正如大家剛剛所看到的 相機摔壞了 我現在就是用手機 在錄影了 當台夠破已經沒有電 只剩下一台手機嘛 但是手機又有兩個狀況 記憶體不太夠 最後就是我手機也快沒電了 還不方便邊充電邊錄影 還就加上惡魔盒 他剛剛自己打開了 說到這個 他裡面這個符咒 我不知道是本來就這樣破破舊舊的 還是怎麼樣 旁邊這裡就尬 缺一腳 等一下再少時間 把它封印起來了吧 至少目前是還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也就因為以上這些原因了 上下就只能夠先撤離了 撤離前 也有發生一件 挺有趣的事情 那個時候我再搜東西 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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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尋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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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 Foster ged匆 以後 前面GoGo自己開啟連拍模式的時候 一系列的照片 EVP下來的錄影檔 那我一一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那個時候一連串 拍了這些照片下來 連拍模式嘛 所以它我一直按一直按 它是會有連貫性的 是吧 然後一路連貫到這張 然後呢我有在其中發現一些點 你們看嗎?挺有趣的 其實前面幾張這些都還挺正常的 直到後面 這一張 有沒有 突然發現上面有一條 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我再看喔 下一張就不見了 不見了 但也有可能是人的殘影 眼睛超大顆 這裡有一個像殘影的東西 重點是 下一張到了 又不見了 至於其他的 可能就麻煩各位找一下了 經過降噪處理之後 它這個 將近兩分鐘的波形裡面 很明顯有些波紋 我給你們聽聽看 我錄到的東西 有嗎? 有點像 Vegas 又有點尖銳 酷啊 我放大聲一點 有些 背後一直有夾雜在 夾雜在一些人聲 我覺得有可能是 他的頻道在轉換的時候 或許有切到一些 FM電台的聲音吧 這一次 它不像之前那麼明顯 就是好像是有人聲 講著 聽不懂的話 就是不太足以構成任何 靈異的點 這次就是我們 魔鬼飯店的收穫啦 OK 那我們今天 會去趕到這 外來呢 還想要看我到什麼 很酷的傳說的地方 也歡迎跟我說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的話可以幫我留言 喜歡 謝謝老師網購 我們下次見 拜拜